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個祈禱文 這個祈禱文是來自於兩個Youtuber 一個是網上世界的Youtuber 一個是飛雲金教的頻道 因為兩位都說到很類近的事情 在我短短一個月之內聽到兩次 我猜應該是有些好東西 所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祈禱文 暫時我給它名稱 叫做正念改變一切 為什麼用法呢 當發生了一些挫折 或者一些不如意的事 就可以作意一下祈禱 兩位Youtuber都說 似乎你沒有宗教的思想 或者是相信一些什麼信念 或者是偶像 以這個偶像做一個目標 去做一個祈禱 我本人沒有宗教思想 所以就用了宇宙去做一個祈禱對象 祈禱文的內容是怎樣呢 就是這樣的 如果假如真是不幸 不幸 總之幸運還是不幸 即是遇到一些不幸的事 應該都蠻幸運 因為也是一種檢討的機會 要從正念角度來說 事不宜事 講講正念改變一切的祈禱文是怎樣 祈禱文是這樣的 就是 就是 非常感謝宇宙給我的安排 我已經學會了 你所安排的一切 現在 就讓那些 不好的東西 我不想要的東西 都消失了 讓他們回到各自的源頭 從而再開始 我以我最大的正念 來改變我的生活 也就是說 宇宙你安排給我的任務 我已經全部領悟了 和學會了 我已經知道了 現在請你改變我的生活 我現在開始 我要徹底地轉變成 另一種的生活 感恩 多謝 內容大概就是這樣 那 有沒有用呢 等大家一起實驗 就知道有沒有用 我看見這個 這樣的訊息 在短短一個月之內 都聽了兩次 我想應該我 對 和這段祈禱文有點緣 所以就在這裏 和大家分享 今天就分享到這裏了 多謝各位 如果各位喜歡我的頻道 或喜歡這段影片 請LIKE和SHARE 多謝 拜拜 拜拜 拜拜